小朋友在舞台上宰歌宰舞 手上挥舞红白蓝三色国旗 这是9月8号 北韩欢庆建国74周年前夕的活动 人在台下的领导人金正恩 笑得特别开心 金正恩的左后方还能看到金与正 跟着打劫拍和唱歌 从朝鲜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中 这位小女孩频频出现特写镜头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祖 似乎紧盯着女孩的一举一动 而两人还互相对视 露出像家长般的笑容 现在有男孩媒体就猜测 这位女孩或许就是 从未露面的北韩第一前景 只见这位女孩留着可爱短发 还是现场唯一穿上白袜的 传闻金正恩有三名子女 但保密到家从未公开露脸 这次曝光的疑似是 9岁爱女金珠爱 爱女的表演金正恩看起来相当满意 只是男孩军方的行动 恐怕又会惹她不开心 距离两韩停火的非军事区 只有30公里 男韩军队在经济道 爆川式大规模实弹演习 还不忘秀韩制 K2主战坦克战力 南韩军队实弹演续 是为9月21号开始的防务展暖身 只是在非军事区周边发射实弹 恐怕会让北韩觉得被挑衅 TVBS新闻中不倒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